我這裡有張一千萬美金本票 幫我開個戶口 你說是就是了 這個西裝骨骨的印尼男人 懷疑行使假的一千萬美金本票 結果就被警方拘捕 事快星期三下午 這個印尼男人戴上翻譯 來到中環匯豐總行 拿著一張一千萬美金的本票 說要在匯豐開戶口 職員很快發現那張本票是假的 於是就報警 經過調查之後 警方以涉嫌行使虛假文書 當場拘捕61歲印尼籍男人 和和他同行的34歲姓李的女翻譯員 他們被警方扣留調查 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